欢迎来到万奇山马农的摄影频道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大太阳就在这头顶上照着 所以在太阳底下我们要用ND来剪光 所以我们今天来测量一下 不同的ND的项目 今天一共五款ND 有Tiffin 海大 铁头 佳能原厂和Polar Pro 别问为什么没有V价杂 问就是买得起 海大从四档开始 先不用看它Polar Pro有点偏轻 佳能的颜色非常的好 Tiffin的颜色有点偏绿 铁头的颜色有点发黄 但是还不错 随着ND档数的增加 大家的曝光逐渐趋于正常 在四档的时候 海大的ND加入了战斗 佳能的颜色依然保持不错 Polar Pro因为直到五档 所以马上退出了战斗 海大的颜色依然不错 就是把肤色还原的比原始的还好 佳能和原始的颜色一只一样 气氛首先退出战斗 它的X已经显现出来 铁头因为有限位 所以它不会出现X 但是它也达到蓝带的极限 当到达十档的时候 只有佳能和海大继续战斗 佳能虽然可以继续增长 但它的颜色已经非常的偏蓝了 已经不可用了 海大戴十一档依然可以用 这个ND这是国产之光 它的颜色依然保持着不错的水准 甚至比开始的颜色还原更好 海大之后推出了战斗 它的X也显现了出来 所以你喜欢哪个ND呢 这里说一下海大也有低档版本 Polar Pro也有高档版本 所以它的可用范围 不要注意个强制的参考 我们这里只看偏色的问题 个人感觉Polar Pro的颜色 特别有电影感 海大的肤色还原非常的好看 佳能的原始颜色还原的非常的好看 Tiffin的颜色偏绿 但有些情况会造成很复杂的调色问题 铁头的颜色偏黄 而且搬水的下面好像有个阴影 它一直有点问题 也不知道是这个头的问题 还是我这个制光罩 正好挡到下面 但超过使用范围的X 这个就不属于计较的范畴内了 抬杠的兄弟们先把杠放一放 这个可别ND都可能调出照 除非它给你现位子 佳能这个只能转接会用 所以RF原生的它就用不了 铁头的因为是个罩子 所以它任何头都可以用 其他的要么你的每个镜头 买一个固定尺寸 要么你就用一个大的ND 然后给其他的东西用转接会转 总之呢结果就是这样的 具体买那个你喜欢就好 接下来用这些ND是它的效果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些ND T1ND会给一个小包包着 保护这个ND T1ND很厚实 这个是2到8档的ND 虽然它旁边有几个点 这个点跟档数其实关系不太大 它并不让这个点来的 它有min和max超过这两个界线以后 它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奇怪 所以用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这个界线 它的Z圈和Y圈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不能加遮光罩 只能把遮光罩拆了 裹用这个ND 它的变框还是很厚实的 还手里比较沉 T1ND的价格呢也经常打折 原价是180多美金 但实际上经常半价就可以买到 接下来说海大的ND 海大的ND来的时候会给一个盒子 那边装一个ND 这个ND的变框稍微薄了一点 但是它依然不能用在制光罩里 它的螺纹和它的外框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并且它有一个小把手 可以让你控制ND的变化 这个ND是从4到11档 所以能看到它从4到11档这几个小点 这个点还是比较准的 相对于T1ND来说这个好很多 海大的ND大概90美金 价格相对平民一点 手感还可以 接下来是Polar Pro 2到5档的这个ND 这个ND就比较贵了 这一个ND就要150美金多一点 Polar Pro的这个档位做的非常的清晰 你可以一档一档的转 这样的话曝光可以非常正确的调节 它这个一圈金边也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它的这个外扩的边最小 这张罩比较大的镜头 甚至也可以直接装在里面 这个模的颜色感觉非常的好看 金色的 Polar Pro的前后盖设计的非常巧妙 前面是相当于一个镜头盖 可以直接打开 当你把ND装到相机上以后 这两个东西也可以结合起来 直接一体 这样防止你丢失 接下来看看加藤的ND 这个ND是需要搭配转接圈使用 所以RF镜头就不可以 这个转接环相对于其他转接环 这个ND就小很多了 还是通过转这个上面的小玻璃 来控制它的ND 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插到这个转接环里 就可以 转动这个小玻璃 但是你当不用ND的时候 需要买一片这个玻璃 这个玻璃它不是一个纯透的玻璃 它也是一个凸头镜 如果把玻璃砸碎的话 它会丢胶子 如果不用ND的话 这块玻璃是要单独买的 但是这个价格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不便宜 399美金 最后是铁头的质光罩套装 质光罩里加ND 这大概是电影工业中常用的一个效果 这些转接环是可以把铁头的质光罩 放到不同尺寸的镜头上用的 今天我们主要说ND的效果 这些质光罩的用途就先不说了 ND是通过这个前插板插入的 它可以通过上面来调节ND的曝光量大选 如果你不用这个ND的话 它会原装附送一个空的环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空的环来占这个位置 单独一块ND的价格是219美金 如果配上这一个铁头的质光罩 是369美金 它同时还有一个电机转换ND的一个功能 如果加一个电机的话 就是599美金 这一套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的话 欢迎关注万具小码东 长按计赞三连 顺便不一 众套不知 我们下期再见